楊仁 你剛剛有講說 公司不會有敬愛令 所以你有什麼要求他們 一定要做到我們的部罪 不要傷害老子 要保護自己 因為我覺得藝人的堆疊非常的困難 然後藝人非常的脆弱 只要一個不小心在道路上沒有什麼瑕疵的話 可能就會比較困難 這個是我在自己身上有很多的經驗可以跟大家分享的 一路走來 我覺得有時候自己所挑弦的文字講出來的話 可以更精準 更包容 其實是老闆的身份 所以講話也比較搖文調子 所以就搖他們三觀要正確就對了 其實他們從螢幕上就可以感覺到三觀是很正確的 然後能量也是很好 當然也不是說一定要用這種傳統的觀念去鎖定他們 因為畢竟還是希望他們保留原有真相 他們會比較有趣 所以你們有明文就是說 不得有什麼傷害善良風俗的 你說這些當然是基本啊 這些太基本了 根本不用特別提醒他們 他們沒有這個讓我需要擔心的這種感覺吧 他有發文錢要先進負一下 我有什麼資格要求 真的嗎 這個交給經紀人的頭 好不好 手套是不是 對啊 我最近也很少了吧 你們是不是無聊了呢 平均不無聊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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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真的沒有空 你最近是不是壓力比較大 剛好有提到說好像 群馬尊 對 群馬尊 你狀況還好 嗯 狀況就是 大概有一個多禮拜 那個群馬尊的狀況已經沒有消 我才去掛了急診 這樣 蛤 意識到有壓力 但是現在沒有意識到有壓力 因為太享受這個 太習慣有壓力 對 因為營業中的壓力 巨大 給我的 給我們的壓力很大 嗯 因為我們要不斷地去 挑戰自己沒有挑戰過的東西 比如說飲料 做飲料老實說 節目上面呈現的是那個樣子 但是我回到家 我是凌晨三四點還在研發東西 對 然後一直到現在有這麼大的地方 群馬尊也有許多 然後我覺得對新進來的人的壓力 他應該可以感受得到 那個就是我們自己在承受 對啊 對 相對之下我必須 承接他 然後 把他轉換成一個比較開心的力量 我覺得這也是蠻危險的 嗯 你們現在有找到紓壓的方法 紓壓的方法 就是逼玉璽去看鴨子的 哈哈哈哈 真的還沒餓 餓欸 因為我光是用講的 他就害怕死了 對啊 昨天才幫你殺蟑螂 你今天就想要 好我會考慮這個 全個一下 所以還沒真的去 因為雞還沒生蛋 喔 然後因為我們店裡面 一定會有 就是蛋的料理 我一定會讓他去 撿蛋 所以要摸屎對不對 不用吧 有啊 剛生下來的蛋會有雞 我們都會讓他戴手套啦 是 我都很怕 我怕的是雞 他怕的雞很奇怪喔 他是連那麼像可愛的都不行喔 他是怕鳥啊 我走在路上就有鳥飛過去我就會摔倒 摔倒 圖片不行 那你就加入晴空鳥 這個鳥很美麗啊 對啊 對啊 那我現在在水一鳥的地方欸 那我前公司是老鷹欸 哈哈哈哈 欸 這是一種 你越害怕 您是深淵 深淵也在凝視你 好好笑 被迫要面對 對啊 你命中帶你去 好可怕喔 你是怕會飛的東西 還是說鳥 像鳥那種長的樣子 那個嘴巴那個眼睛 你不知道他眼睛在看哪裡 你知道嗎 你覺得他會看 看透你的心 看透你的心 因為他就是一直這樣 一直滑湯 你就覺得 他很感到你的什麼東西啊 然後他會突然 他會突然就這樣 好好好 冷靜的 所以你怕就是突如其來的 對 你不知道要幹嘛 然後他一打開就比你想像中大很多 你知道嗎 謝謝老師 浪漫在路上 都怕 都怕 我剛剛問了他媽媽 那時候三歲的時候 他們在日本某個地方 有一大群鴿子 然後他們買了 好醬喔 好醬喔 他們買了就是 餵鴿子的飼料 那因為他還小 那時候才三歲 那時候好像很怕 那時候拿了那一大包飼料 就往前衝啊 然後一路灑 然後一堆鴿子 就把它包圍起來 我就被鴿子淹沒了 我是有童年創傷的 這真的是有印象嗎 那他沒有印象耶 那他沒有印象耶 我不記得 害怕到私 亂片 然後我們剛剛就在討論說 要不要催眠 把這把記憶拿起來 可以耶 電視不是都叫眼光 媽起來幹嘛呢 想起來不是更害怕嗎 想起來然後去克服他 不然我其實沒有想克服 你知道嗎 沒有啊 現在再找他去一群鴿子那邊 不好嗎 那真的會 我真的會暈絕 因為這對我們來說 對沒有這樣的恐懼的人來說 聽起來很荒謬 對 所以我們就越想看這樣 蟑螂不是 對不對 蟑螂沒有辦法 你們在業中安排一個蟑螂 一個椅 D.S. 一起 何必呢 一個怕蟑螂 全部都B掉 對 太好笑了 我會怕鳥 不然你們去那個飢餓參加遊戲 請飢餓組 飢餓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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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起來參加 面對飢餓組 啊你怕什麼 我什麼都不好 你現在才嘴硬 對啊 因為怕講出來就要那個 對啊 怕什麼 怕蛇 怕水 你怕水 你怕水 不要死殺 你是說落水吧 掉到水 我以為是你看到水就會怕 不是 那吸到怎麼辦 洗完出來都瘦了 你是一個開心的場子 不要一直聊這些 內心 但是你有像他這樣小時候有 譬如說什麼不停快 溺水啊 好像沒 我不曉得是有還沒有 但你這件事情是不記得的 也許我也需要去推理一下 嗯 對 怕的程度是怎麼樣 就非常的怕 就是每一次有遊戲的關卡 我幾乎那一關我都放棄 因為我是一個好勝性很強的人 但是他們都知道我是真的非常害怕 所以他們男生都會跳到水池不久 哇 這台語區一定會有落水的啊 沒有 沒有 你有先看劇錄嗎 哈哈哈哈 好 那會有出合幾專輯 這個計畫 雅各還會想要再加入團體嗎 這是怎麼團 我其實 不會排斥欸 加勤 對啊 加勤 加勤 因為請紅鳥 喔 加勤 加勤 請紅鳥也蠻好聽的啊 大家好 反正大嘴巴已經沒有了 你們可以取代 小嘴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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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樂方面我是沒有想過這件事 今天被大家提醒 對 未來規劃啦 那律習希望能突破 是什麼 就在風阻上 平常我怎麼會問這麼正面的問題 好深奧問 對啊 現在的階段比較是 還是你只是想先脫離爸爸的問題 哈哈 先走再去 也不是這樣 就是 畢竟我會覺得 從小看著他 他就會一直是我很尊敬 情仰的順向 那他說什麼 我就很難去 更開拓自己的一些 思考跟想法這樣子 有封印嘛 對 就是 然後到去年 因為有開始做這個 心理智商嘛 所以就我更 更期待自己去探索 我自己所不知道的事情 那剛好 楊恩哥也是 他的規劃也是 讓我去 更認識自己 我覺得 有一步一步的去做 自己從來沒做過的事情 去感受 然後 再去回饋說 喜歡 那我們就繼續往這個方向 所以我覺得 是 算是一個開啟 探索自己的路 這樣子 你覺得 亞倫是什麼樣的老闆 他其實不太管我們 他實在的 對 然後 就是 適度的 關心 但你也不會 感覺到 是一個 老闆在 問話的那種感覺 相處上 其實真的都蠻像朋友 或者是 前輩後輩 這樣的關係 沒什麼好擔心到你們 我覺得 我覺得 豆花 覺得 台灣什麼樣的老闆 我覺得他是一個 真的 蠻正向 而且 很有想法 你的 前輩子 不用 在這個詞 琢磨那麼久 前輩就是前輩 哈哈 因為其實我覺得 工作其實真的很多的時候 你難免會 身心疲 可是他從來在我們面前 又或者是在鏡頭前 也好 台上台下 完全不會讓人看見他 累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是我 一直覺得 在演藝圈當中 想要學習這個 精神 因為我覺得這真的很不容易 尤其 在這麼累的狀態下 要保持狀態 非常好 我沒有要 但是真的蠻帥的 所以我就覺得這也是我自己 也想要一直保持著 你很好啊 你很棒 可是因為之後會非常累 就很希望像明陽這樣子 都還是帶著笑容 在對待 任何一切 懂 對 隨時不容易 對啊 嗯 講不懂小孩 好 好 剛好 剛好有說就是 有一通的盡量去愛 那可以結婚嗎 結婚那是順其自然的事情啊 因為他們也是在 類似四婚年齡 四婚年齡的千 所以我覺得 沒有關係 我覺得那是一個自己的選擇 比方說 欸你們是公開導演 對 對 我還是要再三確認 在攝影機面一點去 在攝影機面一點去 哈哈哈哈 你看我塔大當朋友 對 對 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權衡 就是如果他還想要拚事業 有的時候就必須要 可能 嗯 你就要放淡一點 另外一點 當然 那如果懷孕 是可以懷孕 真小孩 你可以懷孕嗎 我們就是懷孕 懷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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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計劃 喔 因為還是想要好好的 鋼籤公司 我真的覺得很 因為最近的運勢跟 他們帶給我的工作 其實真的蠻 蠻幸運蠻蠻的 所以我就覺得 還是以這個行為一局 先拚事業 對啊 加入一個這麼好的館 謝謝 愛情事業兩個而已 沒事 都已經說要放淡一點了 對啊 這只是稍微 比重 比重 調配一下 待會我結婚老闆要報告什麼 哈哈 好遠 好好講 可能未遲明天就結婚 對 等一下就去找換 沒有先聽驚 這個好像是需要 需要撕了 結婚之前要先成為那個搖錢一級 對 紅包會比較大的包 對 這是我的目標 嗯 我相信妳應該不是為了這個 百姓月 當然會 哈哈 怎麼可能可以趕快 解放淡一點 會 那當他們有跟男友說 我可能以後感情放淡 完了完了 我好像開錯話題了 他現在是Live直播嗎 他怎麼可能跟他聊過 我有跟他聊 跟他男朋友聊過 他也蠻支持他的 對 因為他以事業為重 因為他也想從 我覺得兩邊都是事業性還蠻重 對 當老闆不容易耶 要兼顧另外一半的想法 要跟爸爸 會不會要跟男朋友 好喜歡 家務事大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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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們會自己handle好久 對啊 你自己覺得你對 就是可能之後的意見有分成嗎 你會是一個 就是 要霸道一個人 還是你會就是 好 假如他 才剛跟我聊完他 想要做的事情 但馬上做了一個相反的 抉擇的話 我一定會爆炸 對 因為那個對 那個對於他來說 那是他自己對自己 也成本 然後卻不珍惜的話 那就 我就覺得很奇怪 他一直逼我 我想說 是你吧 所以 所以這件事情是唯一 我覺得 我不能被挑戰 從你嘴巴說出來的 承諾 或對自己的要求 我覺得那個是 你要去包羅的 就是要說到 好 好 菜已經涼了 好 謝謝三位 感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